拖机检查抽屉 给你玩了 嘿嘿 还好我聪明 小雪雄妹大宝 你们不会是在抽屉里 放了什么不该带的东西吧 哼 我才没有呢 小贝 你还是当心你自己吧 我可不吸血 老师 你可检查我的吧 检查到零食 检查到零食 糟糕 不会找到我吧 不能换 老师应该看不出来 老师你看 我课桌里只有书 确实不是小贝 小贝的课桌里只有书 没有带其他 与学习无关的东西 值得表扬 看到了吗你们 嘿嘿 我早有准备 把我的零食 又隐藏模仿隐藏了起来 不是她的话 那一定是你们 其中的人带了零食 老师 先检查大宝的 大宝里的嘴唇 谁最大 咋也不是呢 应该先检查熊妹的 想什么 大宝 那就先检查你的吧 那好吧 好啊你大宝 原来就是你带的零食 这下 看你怎么巧遍 好吧老师 是我带的 我知道错了 大宝 写八百字检讨 明天交给我 知道了老师 我可真倒霉 熊妹小雪 到你们了 哎呀 老师要是发现了我带着文具来学校的话 肯定我也要写检讨了 这个怎么办啊 老师 你写检讨小雪的吧 小雪是听话的好学生 肯定不会带 与学习无关的东西来学校的 糟糕 奇怪 我怎么听到了小鸡的教授 不对 教室里怎么可能会有小鸡 对啊老师 一定是你听错了 小雪 是你刻抓来的声音 这下完了 小雪 拿出来吧 小雪 你怎么把小鸡带来学校了 小雪 这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老师 小雪 你怎么了 小雪 小雪 我和兄弟姐妹妹 今天早上和妈妈一起出来玩 结果我和他们走散了 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原来是这样 不用担心小雪 我会帮你找到妈妈的 真的吗 太好了 谢谢你 小雪要迟到了 小雪你先来我的书包里 等我放学了就把你送回家 小雪好 就是这样 小雪 小雪答应我了 一会儿要送回家 老师你不要罪怪她 原来是这样 小雪做得很好 真是个善良的好孩子 值得表扬 现在到熊妹了 检查到晚去 检查到晚去 熊妹 拿出来吧 老师 我知道错了 以后不会再到晚去来学校了 熊妹 你也写八百字检讨 明天交给我 那好吧 哈哈 我真是太聪明了 不愧是我小妹 检查到临时 检查到临时 奇怪 大家的客桌里 已经检查完了 没有临时了 机器人 怎么还说有临时 你们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吗 知道的话 就在评论区里告诉我吧 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